欢迎大家收看东风破,我是刘振东 今天让我们来谈1997年和2017年的历史大和解 假如下一届换到政府 其中一个关键的点就是2017年7月13号希望联盟的领袖会议 会议是在公正党总部召开 是在这个反对马哈迪的大本营召开 也是马哈迪第一次到公正党的总部 这个领袖会议列出了希望联盟的领导结构 希望联盟最初的基本政纲 还有把希望联盟四个党 民主行动党、公正党、成兴党和图书团结党 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这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其实是很多个月不断的磨合不断的冲突最后产生的结果 它根本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个是安华和马哈迪20年的纷争的历史大和解 安华跟马哈迪在1997年7月2号的亚洲经济风暴以来 两个人分道扬镳 安华在1998年9月2号被革职 1998年9月20号坐牢 这20年来的纷纷扰扰 两个人其实走不同的路 2013年大选过后 纳吉知道如果公平的跟安华选 公平的跟当时的名联来选的话 国阵一定会大败 所以呢 纳吉做了什么事情 纳吉把安华收编 纳吉收编 回教党 然后纳吉把整个反对党形容成 就是只有华人和民主行动党 假如哪个马来人投给反对党呢 就是一个最后人 这个是纳吉的宣传 纳吉的整个策略 但是纳吉没有算到它是贪腐案的核心关键 最终导致巫统分裂 马哈蒂出走 然后慕尤丁被开除 纳吉没有算到它的经济政策 包括消费税啦 包括这个马币贬值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影响到各族的小市民 小市民怨声载道 在这样的大的背景底下 马哈蒂走过来 马哈蒂从巫统走出来 出走 成立新党 和林吉祥在人民宣言的结合 到现在和安华的结合 这个是过去三个影响 马来西亚政治50年的人物 马哈蒂安华 林吉祥和他们影响的势力 的历史会合 这个历史会合肯定是不容易的 如果是大家可以各自单打独斗赢的话 那没关系 可是今天因为纳吉的爪牙 而且纳吉是处在狗吉跳墙的情况底下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怎么样能够结合所有的势力 磨合最终产生一个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共同纲领 这个是我们的挑战 所以这个磨合拖了很久 可是最终的结果就是 各个党都能够从这一个 共同的纲领里面 还有共同的结构里面看到说 我们整合起来是可以打败国政 可以打败纳吉 可以换政府 谢谢大家收看东风破 请大家关注我脸书 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或者是捐助我行动党 谢谢